雇员工基金局今天公布了最新的投资表现 以及可分配收入 那截至今年6月30号 也就是首半年 工基金局的可分配收入 按年取得了29%的成长率 达到了367亿令吉 而去年同期则是284亿令吉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 工基金局会员的缴纳额 在今年首半年 也都录得了14%的增长率 达到573亿5000万令吉 这主要是来自于 自愿缴纳额的增加所带动 雇员工基金局宣布 由于今年上半年的市场表现不错 所以截至今年6月30号首半年 工基金局的可分配收入 按年取得了29%的成长率 达到367亿令吉 工基金局今天发布文告指出 有关可分配收入 并不包括未套现证券的 暗示价计价收益 另外 工基金局在今年第二季度的 可分配收入 在减计之后 也从去年同期的139亿8千万令吉 上升25%到175亿令吉 根据工基金局 在海内外股市表现向好带动下 今年第二季度的股市投资 成为可分配收入的最大贡献来源 在减计之后仍然取得107亿5000万令吉的收益 占可分配总收入的六成 由三成可分配收入来自定期收入资产 收益高达57亿2000万令吉 至于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 获得5亿令吉收入 货币市场工具的可分配收入 则达到5亿3000万令吉 工基金局首席执行员阿末祖卡纳因指出 除了可分配收入的增长 工基金局所管理的资产总规模 在今年首半年也扩张到了 1兆2100亿令吉 其中38%投资在海外市场 而这38%的投资 为工基金局贡献了将近一半的收入 阿末祖卡纳因表示 受益于美国等国际市场 持续稳健的宏观经济状况 不断下降的通货膨胀 以及投资者预期美联储即将开始降息 都给市场带来了乐观的信号 不过尽管市场状况相对平静 但近日来全球市场出现的抛售 以及市场参聚者平仓导致的剧烈波动 仍然潜在风险 为此作为一个长期投资者 工基金局表示将继续在其战略资产配置的推动下 构建高度多元化的投资组合 另外截至今年六月底 雇员工基金局会员人数增加了 二十三万五千三十二人到一千六百万人 其中八百六十万人是活跃会员 占我国劳动力市场一千七百一十五万人的百分之五十 值得注意的是 会员缴纳额在今年首半年也增长了百分之十四 达到五百七十三亿五千万令吉 这主要因为自愿缴纳会员的贡献数额取得将近翻倍增长所带动 从去年统计的三十九亿三千万令吉增加到七十五亿一千万令吉 三十九万和五千万代金纳以至今皇上 十九万代金纳以至今皇上